大家好 很多花友养吊篮都懂得在土壤里面买一点黄豆 因为黄豆在土壤里面慢慢发酵 就会释放出大量的蛋元素 还有各种微量元素 但是很多花友给自己的吊篮买了黄豆之后 这个效果不是太明显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处理这个黄豆没处理到位 如果说我们用炒的方式一定要将它炒熟 甚至是炒得有点发焦都没有关系 一定要保证它炒熟 如果说我们用煮的方法的话 也一定要把它煮熟透 完全的煮熟透 这样有利于它发酵 我们使用的时候主要是把这个黄豆把它放到盆底 不要给它跟土壤一起混合 第二个就是土壤里面的微生物不够 因为黄豆分解需要土壤中大量的微生物 如果说微生物不够的话 那么它的分解速度就会变慢 甚至起不到效果 如果说我们在土壤中埋入黄豆之后 效果不明显的话 我们可以15天左右给它浇灌一次这个椰姆原路 因为这种椰姆原路它主要是一些有益活菌为主 在有益活菌的作用下 黄豆就会分解的更加快 分解黄豆的同时 还可以分解土壤中的一些有机质 能让它转换为养分 这种椰姆原路不单可以拿来浇灌土壤 分解土壤中的黄豆还有有机质 我们还可以拿它来喷湿叶片 按照一比八百的比例 平时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给它喷湿一遍这个吊栏的叶片 可以让这个吊栏提高光合作用 让它变得更加的翠绿肥厚有光泽 所以我们用黄豆来埋入吊栏土壤中 主要是能把它的营养成分分解出来的快 那么才能让吊栏快速的吸收 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 如果我们处理不当 那么我们在土壤中埋再多的黄豆 它也起不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反而让吊栏的根被烧坏 那么这就是我们给吊栏买黄豆的一些小技巧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